我们还是在大英博馆的伊斯兰世界 那这儿呢出现了好玩的东西 你看到很多木偶但又没有人脸的东西 一块块的木头堆在格子上面 这是什么呀 其实这是早期穆斯林们玩的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呢由印度人发明 然后呢往东传传到中国呢 和中国的游戏结合变成了中国的象棋 往西传呢经过阿拉伯人 又传到了欧洲变成了现在的国际象棋 那我们建造的国际象棋 特别是最著名的楼伊斯妻子克的人物 表情是那么的真实 但这儿为什么就模模糊糊 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全都是一些很抽象的图形呢 这就和呢穆斯林伊斯兰教呢 他们不允许偶像崇拜有关系了 所以呢任何一个妻子呢 都没有一个呢标准的人像 而用模糊的图形来代替 这就是宗教影响文化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对了 谢谢大家 好